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份简历 张童 女河北人 河北科技大学本科 市场营销专业 号称爱折腾 有梦想有为的新青年 简历写得特别满 就没有哪一行需要填的 她没有填 她工作当中 肯定不是那种偷懒的人 你们又觉得很特别 因为在非你莫属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把爱好写成 蹦迪的这个女生 应该还是第一个 蹦迪是八十年代的词 她居然喜欢蹦迪 她上一份工作的收入是七千 但她这次要求只是四千到六千 也就是说她做好了 说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降下这种准备 所以这个女孩 我觉得她对自己的这个描述 是非常准确的 对 你看她的时间也是 旗子时间都有年月 而且都是九月份会写零九零六 这写得最认真的一个 她有可能有行动力 但是她只是为了忙碌而活着 未必有方向感 这样的女人很有可能是单身 不是 她才二十二岁 她九六年的 我觉得努努力 我都能把她生出来 所以我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 小燕 你急死 赵小燕 请问你想怎么努力呢 得到企业家的认可 我特别开心 在认可的同时呢 我肯定呢 也是希望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 一些业绩来说话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 来 我们掌声有请张同 各位老师好 在座的企业家 观察团的老师们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张同 来自于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生活中呢 我个人喜欢唱歌跳舞 还有刚才大家所讨论的蹦迪 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呢 我担任过房地产公司的 人事专员以及职业顾问 在整个过程中 我有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以及管理能力 还有呢 与人交往能力 以及表达能力 今天呢 希望能够求得一份工作地点在北京 并且呢 岗位为销售类 或者是策划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猜得准不准啊 你现在是单身状态吗 是 好 第一个猜准了啊 第二个 你爸妈多大年纪 我爸妈50岁左右吧 我这个年纪的 我们努力还是没有用的啊 第三个 就是蹦迪 这个蹦迪 这都是80年代的词 disco 所以你这96年呢 你还懂什么叫蹦迪 之前的确啊 蹦迪来说就是相当于老年disco 但是现在年轻人嘛 除了唱歌 kTV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动感的音乐 包括动感的这种节奏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会跟社友一块出去蹦迪吧 刚才有个人说努努力能把你生出来 我们请这个努努力能把你生出来的女性啊 一个1米7级的大个子 和你这么一个小个子一起来蹦一下滴怎么样 好 有海草海草 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啊 哎呀一棵长海草一棵短海草啊 来海草 你们母女俩就是街边卖艺也是收不到钱的 那也是没有钱的啊 请回啊 你这就叫蹦迪呢 主要是觉得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 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的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她的背景资料 左边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运动会活动 右边的话 是我在大一担任外联部干事的时候 跟我们外联部全体成员的一个合照 这边主要是我的一个实习经历 在大三的时候 做了大概一年多的行政人士专员和职业顾问 你卖楼卖得怎么样 我在2018年三月份开始转岗 转到六月份之后 这三个月的时间 我大概是卖了十二套 卖个楼来看看 我正好想买房 行 对 老师您好 您是来看咱们楼盘的是吗 对 那您现在是想考虑投资还是自住啊 自住 自住是吗 行 那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楼盘吧 你怎么不问我跟谁住呢 您自住 当然那你想跟谁住啊 我跟一个男人住 跟一个男人住啊 那我觉得你都必须得选我们楼盘了 啊 为什么 因为你看啊我们的楼盘 小高层的花园洋房 您跟一个男的在那住 住起来多舒适啊 而且您知道吗 我们现在这个楼盘不单单是住的舒服 而且他之后的升值潜力特别大 您想想 你都不问我这房子是用来自住 是用来怎么自住的 你都不问我那个男人是谁 不重要 不重要 而且我觉得您的一个经济情况 投资个两三套没什么问题 说完了 我来点评一下销售失败 销售失败 为什么呢 特别老师一直强调 他强调的是一个男人 他强调的不是投资生质 你老是在南辕百折 南辕百折 这个时候要强调的 第一个是私密性 第二个是安全性 第三个是舒适性 这三个字我等了半天没等到 我是因为在北京 经常来出差 我不想老住宾馆 我想找一套两十一厅左右的房子 跟我的助理住 我助理是个男的 所以你在过程里面 从来没有设计到 没有从来问客户 这是我的真实需求 这是我的真实需求 但你从来没设计过 但是我觉得 他作为普通销售来说 他的这种沟通能力 还有这种亲和力 我觉得是够的 就是需要好好地带一带 培训一下 可能做好一个高端销售 在现实生活中 我基本上我是不会这样说的 因为可能觉得是舞台 所以搞笑一下 让大家开心一下 所以没有具体地去抓住 他的这个需求点 张同不过我有个问题 你卖房卖得那么好 在短时间卖了12套房 现在在北京这家房地产公司 还让你回去卖房 你去不去 我会选择不去 这是我的结果 原因的话第一点 因为我为什么离职呢 是我觉得房地产行业来说 之后的走向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特别是像这种一线城市 第二点的话 根据我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来说 我不太是想从事房地产的行业 所以我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这家公司 那你到这个现场来 你选行业呢 还是选职业 行业职业并存 什么行业 什么职业 我想选择互联网或者是教育类的行业 或者是这种零售行业 她很清晰 对 私众特别适的 这姑娘超出她年龄的成熟 对 如此成熟 只做销售吗 销售或者是策划类的都可以 要多少钱薪资 我想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资的要求是6000家 第一环节去活流 这是要爆灯的节奏 谢谢各位企业家 天生我有才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段我的演讲 名字呢 叫做我的大学之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说到大学生 两个月的第一个月 我发现的通货 我发现的互相 你不要关注 自己找到家 那堂 没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人能够记住一句话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适合远方的视野 谢谢大家 我觉得如果说 这个演讲 作为一个自我推销的一个过程 没有抓住重点 过于冗长 如果说你真的想成为一个 特别棒的销售 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我反对我觉得很好了 这个年龄 我也觉得非常好 而且他里面说那个汇报制度 我说实话 真的很多已经进入职场的人 都没有这个认知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说出一个真的很多人缺少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干货 几乎所有的boss都是清一色的赞 那你对自己的缺点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你有什么缺点 或者你周围的朋友 觉得你有什么缺点吗 作为应届毕业生 包括自己接触的一些社会 可能不是特别多 我觉得我的经验来说 还是特别少的 我就喜欢你自信心爆棚这样 我觉得特别好 对 刚才那个杨总来说 哎呀 你要去找一下你的缺点 其实我是这样 就是我希望你要看到你的更多的优点 你的可塑性非常强 你的 你不光是你说你现在做销售 我认为你要未来做培训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人选 对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未来给放开 我认为你是有非常好的潜力 与其先问缺点 不如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来考考的 来吧 周末突然接到了主管发来的微信 他关怀地问你说 平时工作忙不忙啊 周末的时候 可能会是主管下发的一个任务 他可能会 他可能会让我去帮忙做一些辅助 好 第二条微信来了 既然不忙 一起喝杯茶呗 不好意思啊 今天跟明天晚上呢 我都约了我的同学 我今天就想喝杯茶 你能听我说说话吗 我说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那个在工作中领导您很认可我 我也特别地开心 但是我私下的话也是有男朋友的 所以说我怕我男朋友吃醋 我希望我觉得您也可以理解我的对吧 好 这是最好的回答吗 非常好 这是最好的回答吗 我觉得是好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有没有比这更好的 这不是最好的回答 来 你回答 我和我的同事萧莉一起过去陪你说话可以吗 如果你刚刚那样的语气 我应该也会说可以啊 我要不再叫上谁 我们三个一起聊一下 如果是我 我连叫上谁都不要 因为你刚才整个语境是很正经的 很舒适的 跟老板私密的聊一下 听又如何呢 又合法呢 其实同样 我觉得他挺开心说 那个程序特别好 但我觉得如果心想歪了 就算是平时这么问 也会觉得歪了的 他这样说 无疑是抵消了更多的可能 但是也确实有点拒人与千里之外 你把一些 其实你把一件非常正经的事 或者是也可能是不正经的事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其实你就只可以说 三个字就可以了 不方便 如果这个领导不知趣还往下问 那你就可以言辞跟他说 我有男朋友 但是如果他只问到这个程度 你就说我有男朋友 其实是不方便于关系之间的梳理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明领导觉得你平时工作比较懈怠 比较懈怠 我们都讲完了 对 其实他刚才的回答是非常好的 他当时的回答是说 觉得我现在工作还可以 是不是有更多的事要让我来做 他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最正向的 而且即使这个领导有别的意图 他这样的回答也非常棒 是的 今天有可能会爆灯 爆灯每个人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第二轮选择续口流 爆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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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准备一千块 每个人准备一千块 一万五的大红包 先收走再说 谢谢 谢谢 真的特别感谢在座的企业家 真的谢谢 很久很久没有爆灯了 更别说是十五人的情况 我救了你你知道吗 而且还是个学生 本来爆不了灯的 那个杨翠仙差点去摸灯去了 我也一直在问他 因为我北京没有岗位 不过喜欢你 愿意给他 还好我叫他快爆灯 他马上就摸那灯了 你知道吗 谢谢 来 我们来看一下小兵的社交数据解读 张童的社交数据可以用一半幽默 一半娱乐来形容 和张童最匹配的是得上传媒的马瑞 通通欢脱的性格很适合娱乐传媒行业 和张童最不匹配的 那应该是最不幽默的企业家了 你们猜是谁呢 潮汐性格中的表现欲太强 太想幽默往往就变成幽默了 小兵还是有点痴 那个张童 你千万别受小兵的影响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不是销售 我给你的是旅游顾问的助理 六千加 按业绩来提成 于敏 将来我会安排你直接跟在我身边 包括到我们公司各个部门里去轮岗 VLOX为你提供的是创始人的助理 刚才我觉得小兵说得非常好 你给我的匹配值是最高的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你 等上传媒给你的提供的岗位叫商务拓展 我会亲自带你 因为我公司的几个商务拓展 全是我亲自来带的 好吧 来 笑一个 那么营销中心是我们副总在直接管理的一个部门 对 然后底薪这边是8K 我提供给你的一个在北京的销售岗位 给你的薪酬是7000的底薪加销售佣金 在你毕业之前是在石家庄 之后可以到北京或者是上海 销售岗位底薪4000加上回款的1.5%的提成 五八道家给你的岗位是销售的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全国30个城市都可以选 薪酬是5000 我相信你能创造高业绩 谢谢 我们营朗文化为你提供两个职位 然后都是你刚才申请的 谢谢 小王鸭给你的是个饼牌之后 我觉得你很有活力 很适合中小王鸭的 然后工作地点在深圳6.5K 谢谢 我提供的职位工作地点在上海 新是起 底薪是6000 斯凯乐给你提供的岗位两个 一个是大客户的销售 还有一个岗位是可以做我的助理 七千 对北京 从销售助理开始 是对我们大客户的销售 但是你可以转岗到我们市场部做策划 这个女孩我不看她现在 看她十年以后 你的未来四个字不可限量 你做我的助理 跟着我 我代你三年 销售也好 演讲也好 全能的 六千 包住宿上台 好难啊 好难啊 为什么要为难我呢 难选 选错了也没关系 选错了来找我 我的公司也在北京 我也剩 16票 主持人不太这样的 我也去 在台大抢人的 我说她先选你们嘛 来吧 你考虑一下啊 来灭掉十三盏 留下两盏 不要怕选 尽管选 选错了有我呢 去吧 张童不要信她们的知道吗 其实我在公司里 跟台上完全不一啊 先把豪在台上干 可正经了 灭掉潮溪 他们在起凤知道 你可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一定把自己不要的 全部先删掉 谢谢你很认可 抓紧时间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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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拿着啊 不好意思啊 红包拿着 灯要灭 钱要拿 对 灯照灭 不能灭啊 千万不能灭我 不太详细深圳 谢谢您的认可 嗯 谢谢 谢谢您的认可 谢谢您的认可 好谢谢 灭我 灭他灭他 灭他 灭一定要灭 灭我可以 留的灯太多了 留的灯太多了 包支不住去上海 哈哈 啊 唐包全部给我 谢谢您的认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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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他最后能留谁 你猜一猜 你要抓紧时间了 要不然的话 你是减分的啊 好难 你只 你只能留两盏 把马辫没掉 把马老师干掉 不可以 我这里最适合他 刚才没有提小兵说吗 谢谢 要相信科学数据 不好意思啊 十 大数据世代 九 谢谢 八 七 对 要果断 快 六 五 优柔寡断 四 三 二 谢谢 一 有请曾华马瑞 谈钱不上感情 谢谢 谢谢 嗯 例如七千在北京 你指的是七千是底薪吗 对 有人给你发过这样的工作岗位 是吗 嗯 你为什么没去呢 嗯 觉得不太合适 好 这边要加吗 要 加多少 一千 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考虑吧 可以 好 那你写上去吧 来 你加吗 不加 为什么 首先这是两个不同的产业 所以你要看他这个加是加什么 你不能只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底薪的结果 因为这是有规则的 第二个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的目标薪酬是四千到六千 其实你刚才在这个环节有一点坐地起价 对传统来讲 真的是坐地起价的话 之前所有的印象分都会被扣光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点 你现在说到底啊 还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所以姿态 在一定程度上比你能力更重要 好 先让他们看到你的姿态 刚才呢 去提出加薪的这个要求来说 可能让各位企业家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给你们爆灯了 所以你们才选择就离起价 我为我刚才的行为 表示一个深刻的一个道歉 但第二点的话 哪一个企业给我一个更好的平台 我相信我也一定会不负众望的 10秒钟做最后的选择 斯凯乐 德尚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德尚传媒 去吧 记住啊 马瑞那个公司像你这样的商务特别多 竞争会非常激烈 而且很多都长得特别漂亮 因为这小子就是做美妆的 所以你要记住到那里你要勤努力才行 好不好 在那你颜值就算低的了 好不好 好 谢谢图老师 这个平台 能够让我在这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 能够让我在这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